我來一次是沒有烏印樓的展 第一次看到 如果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 不關他事 是整個場地做不到就關他事 大家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平時留意開工展會 美食嘉年華美食展 但都沒發現過有香港高嘉年華美食節 上網和新聞流傳嘉年華很多 當主叫虎連天說 租完場一個人都沒有 所以今天就一起直擊 看看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 我們現在去探討一下 Let's go 這位美食嘉年華是在東涌坐到瓦博 走的時候大家都不見有任何BANNER 但今天是最後一天 究竟有沒有這東西存在 它是都市傳書 它是傳聞 我們在東涌站會坐X1 X1巴士去 這是最正路的地方方法 還有剛剛扭一扭牌才知道 原來指示是要繞過去才搭到X1 即是你可能有牌錯隊了 雖然X1都去到但會繞久一點 有錢啦有錢啦 X1啦 不要走啊 你走到X你啦 等下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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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到啦 都看不到什麼香港高 BANNER什麼都沒有 怎麼去呀 就這裡啊 怎麼走啊 然後我發現什麼都沒有 紫蘭有沒有 牌有沒有 很荒蕪 我想問問我香港高在哪裡 在東面 這裡是西的 這裡有高梨門 上去西的 去東面 去東面 好 五至十分鐘 真的要問職員才知道怎樣走 沒有簡介 沒有紫蘭 沒有人指示 什麼都沒有 射好你的宣傳 還要來到地盤 那邊有地盤 這都不知道做什麼 反而想問一下 其他人是否都是去那一個地方 還是他們是去哪裡 你們是怎樣知道這件事的 我真的看電視的 想不到大家都是看新聞才知道 有個美食家電話 進來了 亞洲國際博物館 但還是怎樣入場 要不要買票 有啊有啊有有 有一個很大的盤 想問一下 去香港高嘉尼華要買票 好像要的 像館裡面相機不可以到處 一般要經過大會批准才可以拍 他說用專業相機不可以 要申請 可能有些天大秘密不讓你知道 那不可以用相機拍攝就好 那我用相機拍攝吧 嘩 地方好大啊 大個行機場是不是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去哪 真的喔 我看見那條浪 我以為自己去錯地方 然後搭車出來 我真的不走啊 我們可以重新拍 我們現在要去飛了 我們現在要搭飛機了 看我現在是機場的 你覺得像不像啊 展館 我想問一下高美食展覽是哪裡 美食嘉年華 嘉年華那邊 向這邊 要不要買票那些 這個我沒有清楚 好啊好啊 都是不清楚的 都是進去先的 你現在時候才可以幻想 希望給自己 就是等下進去 嘩 很多好正的戰利品 你一定會從來沒買過 我們不知不覺已經走了十分鐘了 這個簡直是平時要坐飛機 走機場找自己的飛機那段時間 有牌有牌 找到了 在登上只有一個 向左轉 向左轉 但我看不到這場 我一直看到人有召送 好像有買點飯 原來是機場快線近的 又有一個牌啊 向下 二號展館 不用買票啊 原來是免費的 可能見到太少人了 沒人知道沒人來沒人進去 可能會變成免費入場吸引客制 我真的見不到人了 不好意思我不是為了免費入場 根本不是免費入場是重點 是沒有宣傳我不知道有什麼 好認真有個朋友 計算給他們看交通 要搭多少錢過來 但他就沒有說走過來要多少時間 有啊 自己來的了 想要什麼就自己拿吧 沒有工作人員 不知道什麼好像吸引仔的家聯華活動 但沒有人的 我是隨時可以站在這裡 歡迎隨便來隨便拿 這裡沒有工作人員 好趣我拿東西吃的香味 還沒吃的香味很香啊 燉湯香味不錯 看看什麼 但可能最後一天人流比較多一點 感覺上 又沒去到超少人 可能因為最後大家 當看完新聞 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 再進來看看有沒有便宜的數目 你好啊你好啊 我是拍網上youtube的 你可不可以我訪問你幾句 第一天是很安靜的 因為我覺得星期五比較安靜 期望星期六日 星期六日多了人流 今天多還是星期六日多一點呢 星期六日多一點 今天星期一 星期一又少了人 本身都想著可能是挺旺的 但是就不似預期的 地方都真的有關係的 始終都是機場客艦 特意要搭車過來 我們都是第一次在這裡去參展 都覺得是一個經驗 之前我們在會展都有擺的 我之前有擺過的 那你覺得跟會展比較的話 在這裡會展比 一定差很遠 差很遠 覺得會展好一點 因為會展是 基本上香港人都會去行 都知道 我之前也有 但是這個展覽 以我所知是第一次搞的 所以我們都是抱著一個 嘗試的心態去參加 但是我想說一句 我今天有很多客人 都跟我說是昨晚看了電視 然後今天特意進來的 但是我聽到那個感受 是賺不賺錢都是其次的 嗯 我覺得那個香港人 支持香港人的心情 我真的很激動 感動了 他真的看完電視 特意進來支持 哈哈哈哈 我那一刻真的有愛 看到是不是眼睛睛 我看到我看到 好感動 有機會辭假 不是必贈不是必贏 那就自己拿經驗吧 但那個真的是香港人支持 好開心 真的很開心 好開心 我問一下有關 例如這幾天的人流 覺得 少到不得了 當然問我老闆 少到不得了 少到不得了 不滿意 少到不得了 不滿意 因為上一次我們沒辦法說 是有 轉車運送 譬如屯門 元朗有幾個點 譬如廢方 都有載車進來 沒有了 你想想上次有人流 但你今次沒有了這些配套 在某些定點 載客人進來 是 你來不來 來吧 現在 你來不來 第一次要付錢 要 要錢的 10元 10元入場費 如果我真的進來的話 我怎會介意給多10元 當然車錢也不止 但你一般 伯母那些就不做了 你明白嗎 他們車費才2元 無緣無故要付10元 哦 這幾天 人流顧客 人流是非常安靜的 非常安靜很少的 透過儲存倉 有一點優惠 有很多人沒有用他的倉 物流費有一個CBM 不過我們也沒有請他一個貨車 第一次是沒有人流的展示 第一次見到 你如果有人做到 有人做不到就不跟他事 整個巡邏都做不到就跟他事 嘩 真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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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好像還沒開 沒有人 全部都是大家三箭箱的職員 自己 嘩 好誇張 真的 人流好像是沒有想尊重那麼好的 不過我覺得都還好啦 大家互相支持 始終我們跟其他攤檔的感受 沒有那麼深 因為其他人可能準備了很多熱東西 即刻買 我們本身都是一些訂製的產品 所以感受未必有感受 啊 蠟肉的啊 哈囉 你好啊 哈囉 我是粉絲來的 好啊好啊 好開心啊 哈囉 好開心啊 超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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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又不是誇張到沒有人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放了很多年展覽 商場又展覽 灣仔都有的 九展 所有展覽都有去 又不是最差 對 其他場試過吃錢 暫時這裏我還未虧錢 擺展的人都知道亞洲博覽是釣腳的 OK 所以都預料到人流不會那麼瘋狂 我自己地鐵呢 我看到他有賣展 有地鐵有的 我還說他這麼愚蠢 因為… 不要緊啊 他有做宣傳巴士 巴士宣傳 即是他有廣告車的 都有一些廣告車 但我真的完全沒見過 我真的見到新聞 可能他多數是走新界區 因為始終這裏 拳尺開了之後 可能九龍其他地方沒有 對 對啦 真心不是那麼貴的展費 因為他們之前已經 這個會已經有些贊助給我們 OK 因為我們是可以Claim證部分定的 喔 已經是減了一半的租金 即可能他們的預期是有出入 但我們馬開展就知道 即是這裏過來做廣告和宣傳 明白 當然是來賺大錢那些 但是都OK 最大得獎就是找到我拍照 好多謝你 我都很開心 我都想不到我都是波遊 我真的… 我實在應該很興奮 好 看來會場為了安撫大家 是經常播放V高的情 乾脆 其實都是簡單問一下 這幾天的狀況大家覺得如何 差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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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的 差不多七至八成 全部都是大家相互之間的 自己 自己互相幫助 對啦 沒錯 因為我聽說 那邊有一個旅行團 搞旅行團 就說他有搞了一個旅行團的計劃 然後就會來這裡 然後來到門口 然後被人趕走 蛤 不讓下車 蛤 這麼低能 不讓下車 即是自己趕客 對 他說已經跟大會那邊趕了 但是保安不讓下車 那些人怎麼等 可能大會內部溝通不好 對啦 趕走客人 對啦 是不滿意的 物流費減 然後說下一次的展覽 可能會比你便宜一點 我都不會要下一次 但你已經看過鬼了 還要便宜一點見一次鬼嗎 對啦 對啦 很辛苦 那邊更恐怖 因為原本有十檔 那邊只有三個檔 你會不會覺得展商有什麼改善 我覺得做人應該有後遲 我講過的事情就要做得到 即是他有一些一手信用的地方 他那時候就說有免費穿梭巴士 在各區來 還有有宣傳 說會有很多人來 即是你網上說到有150萬人流 那些事情 那你很明顯就是沒有 即是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講得出來就做得到 然後我們跟他說 他就說這只是一個市場計劃 但是你銷我們進來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說的嘛 那真的不是很好 好像比較推卸責任 現在都是下午兩點半鬆一點 剛剛開始很旺的時間 但很多店舖已經開始關閉 而且很奇景就是 很多好像點心車一樣推出來買 一開球星期五那天 是拍烏蠅的 那個人流基本上都是我們參見商 互相支持買大家的東西 支持一下牆 你會不會覺得他有什麼建議 或者是他可以改善到呢 其實我就覺得他可以參考一下其他 就是之前可能 來著冬季美食節 或者冬展會 這個場地是比較有格洩 我覺得最重要有接駁巴士 因為你有接駁巴士 那些人就會知道 感覺會舒服一點 即是會有親身度 跟你由機鐵站過來那邊 買錢 機場快線就很貴 對 很貴 這類型的展都有很多 所以其實配套要夠才能吸引到人 我們都不惜 疫情又沒有了試食的情況下 又來做展的時候 又希望可以震撐到香港的經濟 但配套不行的時候 我們這些參展商也不敢下年再參加 其實你看看其他檔口 你知道是收拾東西 現在這個中小的兩點半都已經收拾東西了 代表其實都預約了輸的 因為除了輸的人流 你還要人工 還有我們搬出搬入都有物流 其實我覺得如果會展都是不太夠 因為他可能始終機場 那個時段是有分早上和下午的 但我們之前做會展 其實是只要你有車證排隊就進來可以給我 那這個就是只有入場和離場的時段才可以有車進來 其實都很不方便 就是很不合理 就是你預了當然是大賣 你不會說 預了沒有人買 要搬走的 所以其實都不是那麼好 初子 哈囉 初子 見到你了 我兒子一定見到你開心得很高 我要告訴我兒子聽的 我兒子就大學的了 好 哈哈哈 大哥 你沒有交通就差很遠了 地點和那個廣告真的不太宣傳了 配套人就宣傳了 你看臨場每個人都拉到橫下 現在三點半下午 都未到晚上但已經在收拾東西了 全部的店舖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 這是台灣區嗎 台灣區 台灣區這裡一定是封關 但還未通關了 台灣區 真是全場 全場沒有人 哈哈哈 切啦 外面大部份都切 是嗎 即是很慘淡的要切 始終人流也是不行的 即是沒有宣傳 不是 今天特地有很多人進來支持 特地說 昨天看完新聞 我也是看完新聞 又是進來支持 好了 走到現在 下午的4點40分 即是差不多5點了 如果以下美食展的體驗來說 來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崎嶇 你說坐車 又找不到 走進去的入口 走來走去都沒什麼指示 沒什麼詳細的介紹 也沒什麼安排 這方面我覺得大會可以安排做得更好 還有它宣傳方面都不足 如果大家不是看電視新聞 好像我這樣都不會知道 今天是有一個香港高的嘉年華 大家看到剛剛訪問過很多苦主 他們都說 參展商的配套和他們答應的東西 可能跟預期有點不一 人流也非常低 希望主辦方經過今次的經驗 可以吸取到不同參展商的建議 改善 下次要做得更好 當然現在疫情之下 很多商家生意難度 大家相信都明白 希望香港經濟繼續復甦 買多點東西 最後見我都買了兩大車 兩大車走的 買了它的戰利品 我下一集會繼續公開拍給大家看 還有之後走過台灣區和詳細展覽 買什麼特別的東西都在下一集繼續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